200年来 地球的最深处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探索者 2017年初 中国科学院深渊科考队第二次赴西北太平洋 对马里亚纳海沟进行围棋录18天的综合科学考察 2017年2月1日 农历大年初 深渊科考队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始了 第九物理探测的气枪放炮作业 慢点 慢点 整个气管在空中乱乱冲 这是高压空气管漏气的最上位的表现 2000PSR的气压压力太大 撮到自己身上 很可能撮到骨折或者更重的伤害 突如其来的故障使得作业被迫中断 露气的气枪被收回到甲板上进行抢修 地球物理探测的第二阶段工作刚刚开始就遭遇了挫折 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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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里偷楼之后 它那个细节打就碰了 撞了撞去 它底撞坏了 没事 没事 在深渊科考队 地球物理探测是最繁琐和最漫长的工作 在第一个阶段 科考队已经把40个海底地震一步放在海底 下一步就是利用船尾拖一的高压气枪 向海底发炮 制造人工的地震波 在挑战者深渊 这样长距离大深度的探测 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简单的原理呢 被一些科学家称之为为地球做CT 我们在这边用气枪给它发一个 它碰到不同的地层的界面之后 它就把这个声波会返回或者折射 那么折射或者这个声波呢 就被我们放在海底的这个海底阶阶里 也就是OBS接收到 我们的数据处理以后呢 就可以知道 它下面这个地层是怎么复布的 我们为什么要探索深渊 科学家们发现 在太平洋的周围 环绕着一条断断续续的海沟 太平洋阳底地壳 在不断地向大洋边缘移动 抵达海沟时 遇到较轻的大陆板块 并被强压下去 向地层深处浮冲 造成深深的海沟 海沟深度超过六千米的 就称之为深渊 海沟中强大的力量 令海底和陆地上的山脉隆起 是火山 地震和海啸的测源地 沧海桑田的推手 了解海沟地壳浮冲的规律 可以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 这些毁灭性灾害的成因 我们是想确认板块 它下到什么深度 它的形状 哪些地方速度高 哪些地方速度低 它跟上浮的板块 之间是有些什么联系和关系 我们都很想了解清楚 入夜之后 海框变得更加热烈 在大风大雨之中 被修复的气墙再次不放入水 甲板的摇晃和涌浪 让作业变得更加艰难 不放成功的时候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零时 在后脚板上藏的芭蕉楼 地球物理团队密切监控 和记录着放炮作业情况 这是一次世界级的科学态作 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好 发奖了 发奖了 可以放吗 速枪一起放 好的 威力十足 威力十足 很好 很好 好的 有动作 在地球物理探测团队作业的线细 海斗号团队开始了准备工作 海斗号是一台全海参无人潜水器 全海参顾名思义 它的设计能力可以抵达全球海洋的最深点 完成科学调查和数据采集的任务 造型简练的海斗号 侧面各有一个螺旋桨 这就让它有了两条腿 可以实现在海底航行 上浮或者下潜 而不仅仅是像固定稍微一样 只能环顾左右 唐元贵是海斗号的设计师 在他的构想中 海斗号可以用两种方式工作 第一种是自主模式 下潜到海底指定位置执行任务 另一种就是唐元贵本航次的终极目标 连接光纤 在母船上指挥海斗号 进行遥控巡航 实时传回万米之下的影响和数据 如果成功 这将是中国首次 最核心的是我们要做海事 要做光纤的海事 就说我既然我光纤的事情 在陆地上做成了 我这次就把它拿到海里来 让它往下走 让它走到底 海斗号团队围绕着 他们的宝贝忙碌着 三年的研发 它在身上凝聚了工程师们的心血 明天 海斗号将潜入脚下 十公里的神秘海地 每个人都感到紧张和兴奋 船掉过头来 我们就会是OBS 是一个比较兴奋的事情 地球物理团队终于感到轻松一些了 探索一号船航行线了一千公里 沿途不断向海底发炮 恶劣的海况让湿北连续发生故障 甚至连起枪的浮起物都被拉断丢失 这个艰苦的工作终于结束 下一步就要掉过头来回收海底的地震仪了 科考队员们把温能器调放落海 它会给海底的地震仪发出信号 接收到释放命令的地震仪 便会脱离底座 从幽深的海底浮上海面 回来了 四七三五米 四七三五地板 第一个球已经有百样了 准备捞了 准备咋捞 准备咋捞 第一台地震已安全回收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样的工作还要重复六十多次 调整这深渊神秘莫测 设备入海 从来没人敢保证它会如期回来 地球物理团队将要面对的 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理折磨 准备咋捞了 9589 好 我们又连续收到一个95309518 应该是往上走 好 好 你可以背车 再给我们两分钟 凌晨 汤圆贵团队三个人就开始工作了 这是海底浩半航次的第一钱 不做光线遥控航行 只是为了检验一下设备状态 所以这叫工程下潜 准备起来啊 没想到海底浩不放后却顽固地飘在海面上 迟迟没有下潜 谁也没想到 吊在海底浩下面的亚载铁在一个巨浪打过车后没了踪影 唐元贵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宣告下潜失败 速度再加到0.6 0.6 所有的潜水器都要挂亚载铁 为的是让潜水器沉入海底 任务完成后 潜水器抛掉亚载铁再浮上海面 亚载铁提前脱落 海底浩自然无法下潜 海上科考遇到这种小挫折并不新鲜 但毕竟影响心情 科考队员们非常沮散 这个没问题 我看了 这个浪太大了 一下子这个胀立 你肯定都玩意掉了 他把这个钥匙盘给拉成这样 重新安装压载铁并不简单 要找到脱落的原因 重新计算福利 今天的下潜计划算是高吹 从诞生至今 海底浩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 才走到了马里亚纳海国的海面上 唐员贵相信 他一定会走进调整这深渊 又一场大雨袭击了深渊客考队 但是工作却不能停歇 天明时分 三个海底地震一香气回收到甲板上 工作进展意乎寻常地顺利 顺利地令人感觉不太真实 秋学林在海上工作多年 她知道该来的事情迟早回来 这玩意本来就是有概率的 只不过是这个赶上了而已 接24小时之后 可考队员们已经成功回收了 七台海底地震一 但是8号秋 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应 喝完之后 不信咱就去开过去找一下 因为一般收不上来 要么就是机械故障 球爆了嘛 然后要么就是下扶到下面 然后被钩住了什么的 扶不上来 底下的可能性都不大了 我觉得 只要能上来 肯定能上去 一个人还是跑吧 有的 如果不在下面 可能就是 投水淋上直接就松了 来来会会 巡视了那么多遍之后 不得不放弃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觉到 这个邱老师 对于这个球的感情 就相当于是 对自己的学生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那种感情 凌晨五点 海头号将按计划再次下潜 谭元贵他们索性不睡了 对海头号做了一遍 细致到苛刻的检查 对上次传活的压载铁 和悬挂压载铁的链子 则给予了特别照顾 根据之前的教训 挂压载铁的链子 缩到了很多 这次的话 是想让它看到海底 就是通过摄像机 然后让它更近一些 准备能让它贴到海底 想必西方一百多年 对马里亚那海过的探索 中国的探索者们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而他们最好的老师 就是脚下这片万米深渊 这一次依然是 不带光鲜的工程下潜 前期入水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他完成了什么任务 是否拍摄到海底影像 都要等待回出之后才能知道 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只能在焦虑和期盼中 度过一个白天 下午三点按照预先的设置 海底昊应该已经在 上府的途中了 走完垂直的十公里路程 要花几个小时 但是团队成员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 守候在前期间 网间一直盯着电脑 海底昊出水面时 会发出一个信号 向他的主人报告自己的位置 收到ARV信号的时候 会有一段军号音乐详细 正常的话 现在ARV已经出水 收到海底昊的信号 收到海底昊的信号后 王健立即与驾驶室联系 探索一号船 缓缓向海底昊靠过去 还有迟到了十分钟 终于浮出海面 发出定位信号 这让唐元归 一直悬在办公的心 落了地 他忙不迪地来到 探索一号的最高处 驾驶室 我们现在还有四十米 就到这个点了 我马上要生立屁了 速度降到0.8节 3点 可靠队员们手持肠肝 准备回收海斗 在风浪之中 这个过程无比艰难 此时唐元归最关心的是 海底昊的下潜深度 10874米 这个数据让 可靠队员们位置一震 这样的深度 还都好肯定做底了 王剑迫不及待地 将深海摄像机的存储 卡插入电脑 脚下一万米深处 海口沟底的画面 即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当时周边围着一群人 然后都在迫不及待地 看看万米海底 到底长什么模样 到底了 这个清楚 这什么 不知道 砸下去了 砸出来的 砸了根吧 这是海头昊 即2016年两次万米深浅之后 的又一次工程下潜 时隔半年再一次突破万米 供估了它作为世界上 第三台可以下潜到深渊底部 进行工作的无人潜水器的地位 前期间里气氛热烈 下一天 海斗号将连光仙 对挑战者深渊 做视频现场直播 看来梦想即将成真 而此时的唐元贵 和他的伙伴们还不知道 他们的深渊挑战 将会遭遇一个悲壮的结局 2月28日天空放晴 让数日以来每天都 失灵灵的科考队员们 心情也变得开朗 回收海底地震仪的工作 已经进入尾声 在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中 深渊科考队使用我国 自主研发的万米级海底地震仪 完成了总长度 1059公里的人工地震 泼面侧线 在海斗深渊 这是个事无前例的工作 从回收的地震仪中 科学家们得到了 他们梦寐以求的珍贵数据 在未来几年 这些地震波数据 会经过复杂的运算和处理 而成为影像 地球最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 终将有一天会大败于天下 而深渊科考队的付出 是这一切的起点 又是一个早晨 海况不错 海斗团队期盼的时刻 终于到来 今天海斗号无人潜水期 将以光鲜模式下潜 在万米之下的海底 实现遥控巡航和视频影像 测量数据的实时传输 这将是一次跨越 最令人担心的 还是那根只有 0.4毫米粗细的光纤 从海面到世界最深处 垂直距离超过10公里 任何大一些的海流扰动 水下任何东西的碰撞和干扰 都可能让这次的试验 功败垂成 长距离的光纤 它如果断 它是有可能的 如果被水流的这种 角洞给弄断的话 至少说明 我现在这种光纤方式是不行的 那到万米是不可能的 这是最害怕的一个事情 现在潜水区正在下潜过程中 目前状态一切正常 下潜了10分钟 时间都是660秒 最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当海斗号下潜到2500米时 显示器上的信号突然消失 海斗号立刻自动上风 之前海斗号多次尝试 光纤潜航都失败了 因此又经历了多次的改进 难道这一次又要杀鱼而归 潜水区回到甲板上 唐远贵和队员们 就找到了问题的癥结 光纤团上端那个地方 口堵死了 然后这时候整个光纤 在一整条上的拉力 都会很大 然后最后再把最脆弱的地方 去那种阶点 然后就拉断 压材骑士吊在探索一号船下 20米深处的一个设备 它的作用就是释放光纤 光纤出口的堵塞 导致了光纤断裂 虽眼失败 这个原因倒是让 唐远贵他们松了口气 第二天 旅败旅上的海独号团队 再一次将他们的潜水器 投放到深渊之中 这根直径仅有0.4毫米的光纤 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虽然在实验室里 他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拉力和压力试验 然而到了深渊 一切都是未知 王健盯着电脑屏幕 那上面是挑战者深渊下潜的 海独号传来的视频画面 黑了 黑了 已经黑了 140多米变黑了 没有光照了 海独号继续向世界最深处下潜 这些亲手创造了他的工程师们 看上去就像牟宗自己的亲人 奔向神秘凶险的未知世界 预计11点40能够到达海底 海底深度如果是10800以上的话 3 2 1 过 猪甲班的工作简历气氛紧张 带着光纤下潜的海独 已经突破了1万米深度 十几分钟之后 他将在10800米之下坐地 在此之前 海盗传回来的图像 一直是无尽的黑暗 忽然 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光亮 那是来自海底的反光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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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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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速度 你看那个速度 这些月鞋子表面一样 这算是第一次现场直播吗 对 是 你是第一次现场直播 地球最深处的现场直播 甚至让一些长年出没海上的老科考队员 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孩子般的惊奇神色 此时 海斗号正在实现一个创举 中国第一台无人潜水机 在挑战者深渊 实现海底巡航 在王健的操控下 他实时地完成了前进 后退 转向等指令 十几公里长的光线 把海斗看到的海底景象 呈现在人们眼前 超场距微细光线传输 和遥控技术的突破 表示着中国的无人潜水器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个现场直播结束了 令人振奋的时光过得飞快 到了海斗号上浮返回的时间 炮掉压载铁的指令已经发出 但是海斗号却未见上浮 那个灯光线调低 建哥 灯光线调低 没浮没浮 海斗抛下压铁之后 它会很快速地上浮 但是这次海斗没有任何响应 我已经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了 可能是最后的末端被东西卡住了 由于在海底前航时的撞击和拖行 海斗的抛载系统发生故障 可靠队员们尝试了各种方法 弯滚的动作 旋转的动作 试图让它抛掉压载铁 但海斗号就像被海底恶魔拖住了似的 无法逃出生天 人们的表情渐渐显露出痛苦和绝望 最后唐元贵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 我与其做垂死挣扎 我不如发挥海斗最后的余力 就让它按照正常一样 让它在海底继续可好作业 直到光线中断为止 四个多小时后 几十公里的光线被拉到了尽头 信号中断 海斗在传回所有数据之后 永远留在了玛利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挑战者深渊 它只是一个关键技术验证平台 它的诞生并不是说 作为一个完全公共非常齐全的一个潜水器 它只是为了我们火家的发展 大型的这种可作业的这种潜水器 来进行铺垫的 肩负了这么一个使命 海斗号就像一座峰碑 它已经完成了它全部的一个使命 可能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告别的方式 它认为它是最好的告别方式 它认为它该干的它都干了 它丢了不代表我没什么都没了 我们在它身上得到验证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还用到以后的东西上 我们还可以再做一台 随着航次即将进入尾声 深渊客考队在世界最深点进行了更密集的步伐 三台全海深着陆器平均起降交叉作业 在最后的十多天里 每时每刻都有设备在海底 或者是在去海底的途中 我们就期待它能到最深点 能够突破10930 国产福利彩 固态锂电池 水体气密保压取氧器 承受着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压力 海底地震仪搭载着陆器 海底地震仪搭载着陆器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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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海底 山 水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